火男 这个英雄简单粗暴 但是伤害极其爆炸 他的技能都是AOE伤害 而手游的地图却很小 一个大招就可以在团战中打出超高伤害 废话不多 教学直接开始 火男的被动 每个技能对英雄或野怪增加一层印记 并受到10秒的持续伤害 三层印记会造成范围伤害 消耗对方最大生命值的10% 印记效果引爆后4秒内不可叠加 爆炸时在范围内的英雄或者野怪 也会触发一层印记 打团时如果对面不躲开 就会出现连续爆炸 爆一次就是10% 连续爆炸 直接团灭 Q 向前方丢出一团火 可对带有印记的敌方单位 造成1.5秒的眩阴效果 可留着后手使用 等其他技能击中后 再释放打出晕眩效果 W 从第一面升起一团火 造成范围伤害 是火男的主要消耗技能 对有印记的敌方单位 造成额外25%的伤害 E技能可对敌方单位 瞬间造成范围伤害 击中有印记的英雄 可扩大范围 大招弹射5次造成伤害 可对自己进行弹射 敌方身上有印记效果 可降低50%的移速 打团时尽量放W E技能 叠上印记再放大 伤害直接拉满 打晕眩可以先E后Q 因为E技能不可避免 所以说打晕眩EQ连最方便 熟练掌握后用QE连招 Q技能有一定的弹道延迟 这属顺发的E技能 再节省印记 Q到时就可以直接造成晕眩 普通连招 EQW EQ晕住后 有被动印记使W伤害增加 进阶难度 可以Q闪EW 从更远处顺发打出伤害 还没有反应过来 人就没了 火男呢 需要多练习连招 在团战中可以快速打出爆炸伤害 装面选择 卢登 蓝德里折磨 无限法球 大帽 深渊之杖 CD斜附魔中亚 天赋选择 爱离 惨暴 骇骨肚层 猎人 天才 技能方面 我们主W-E 下面我们来减一下实战技巧 前级消耗主要是靠W和E Q不容易中 留着打连招 W可以趁敌人补兵时干扰对方 火男清兵能力在所有法师中是最强的 对线时利用WE连招快速清兵 并且点燃远距离敌人 又能清线又能消耗 因为没有位移技能 所以说要多注意小地图 插好眼不要被抓 注意斩杂线 到了可以直接找机会 EQ控住 WR一套带走 打团就一个思路 怂 火男的小身板不扛打呀 等队友开断后再入场 WE技能叠印记 看准对面人击中了 再开大招打伤害 可以留着Q保护自己或者保护ADC 火男伤害巨高 这一套技能就能直接打到对面三血 好了本期火男攻略就到这里了 想看其他英雄的下方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